中国的战略考量和可持续发展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把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虑和世界发展的大事要结合起来 那么主要考虑经济发展、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 中国自己有很丰富的能源包括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也包括叶炎气 但是我们的开采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在能源方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些新的技术降低我们的能耗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能耗降低占了全世界能耗降低的58% 以后我们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那么最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经济的发展 为了调整机构转变方式 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里会适当的降低一点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用技术驱动的方法去发展 让我们的经济更多的依靠着人类现代的先进技术 依靠着网络、纳米技术、生物技术等等 使我们的结构有提升 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有更高的占比 我们下个月 再见 感谢观看